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帶大家來看樓 今天帶大家來西倫敦的一個叫做Henwell的地方 看一個兩房的Mill House 這間Mill House是一個兩層的設計 尺寸是902呎 樓下包括了客廳、廚房和戶外的Code Yard 我們在入門口右邊的位置都有一個WC 廚房也包含了所有東西 包括所有入場的電器 全部都是Bosch的牌子 這個Mill House的尺寸是902呎 對比同區的房間大約六七八呎 或者是同區二手兩房或三房的Town House 它的價錢都是差不多 因為兩房的房間都賣到六十多萬磅 這個兩房的House 我覺得它的價錢是非常之划算的 上到這個Landing位置 這個樓底都頗特別和很高下 因為在一種兩房的House 這種樓底是比較難見得到的 因為一般可能是大屋才會有這麼高的樓底 或者有吊燈的設計 我都很喜歡這個主人房的設計 因為它具備了設計感和空間感 你看到它有一些特色的斜頂 但其實最低的位置 都跟我們Standard的一個層高一樣 但最高的位置可以去到大約3.5米 雖然這個是兩房 但主人房都有配備一個套廁 主人房的套廁是一個企桿的設計 空間亦都很大 第二間睡房都有斜頂的設計 但一點都不影響它的空間感 因為它的最低點也是兩米二左右 這間房的落地玻璃窗設計 令到這裡的採光度非常好 來到樓上的Family Bathroom 看到我們有Bath Tube 跟著都是Shower 最主要這個是一個名次 我覺得今天介紹的這個兩房的Millhouse 我都很喜歡 因為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它這個地區 是屬於伊寧的西邊 都是屬於傳統的住宅的老區 居民主要以白人為主 還有這裡的交通配套是非常之方便 你走出去兩分鐘左右 就有很多巴士 可以15分鐘去到伊寧波圍 伊寧波圍是甚麼都有的 即是購物場 吃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都有的 如果你坐這個Elizabeth Fine 大概17分鐘左右 就可以回到Peddington 和Bond Street 這裡的樓價相對來說 是比較合理的 它沒有說 因為它是一個新建設的房子 然後它叫做Premium 就會多出來一段 如果對於一些年輕人 例如說要安家立業 或者說是準備要生小朋友 要搬離一些地方 可能對校網有一定要求的年輕人 我覺得這些房子 或者說這些地區 都是很適合他們選擇的 大家好 我現在帶大家看看三房的設計 現在我們在七號屋 我們進來大廳 右邊這裡 是一個客廳 它做得非常美觀 因為它做了很多櫃桶 這間雜物房 最主要都是一些電錶 和上網寬頻的線 一插線就已經可以用得了 所有東西 來到這一邊 這個空氣行溫系統 最主要是令到整間屋行溫 它是一個全機械式 在空氣裡面抽取熱能 轉化成為能量 它可以令到房子的水珠凝結減少 從而令到房子減少了髮毛的現象 而另外我要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工作的檯面板 這個檯面板和這個水盆是一體化 它是用了一個Glorian的物料 這個Glorian的物料 其實是一個人造石材 它有很多優點 質感裡面極度光滑 很容易清潔 一抹污漬就馬上掉了 而且它裡面是沒有洞沒有縫 它不會積到髒東西進去 亦都不會容易會漏水 這個Glorian是非常耐用好用的 就算花了 你用少許磨砂紙磨一下 它就已經是還原了 交樓的時間 由樓梯到樓上的地毯 都是配備給你 配備兩盞的碧燈給你 上到樓上 就是三間房都在這裡 三間都是雙層房 右手邊 這一間 有一個大的羅地玻璃 非常之光猛 而另外一間 比較小 小小小的 都是雙人房 來的了 好 而這一間 就是另外一個 雙人房的即的主人房 這個Family Bathroom 有很多收納的空間 其次就是它這個隔壁有光板 它也都是設計得很美觀 一體化了 它旁邊用的不是普通瓷磚 是一些麻石質地的磚 好了 我介紹一下這個波納房 大家看到這一組機器 其實都是源自剛剛一套 智能系統 叫做ASHP 這套智能系統 它一樣在空氣裡抽取熱能 去轉化成為可以煲到熱水的系統 但是在極端氣候 或者是航冷的氣候 它經過調查研究 它其實都帶到一個很高的效能 如果真是萬一有一天 它不能夠足以煲到熱水給大家 其實它還有後備可以用電來煲水 相對來說 對於你家庭耗能的消耗 其實是大大去減低了 令到你電費也會減低 中央酒